明天一代宗师在香港举行首映 一种主创包括王家卫、梁朝伟、张子怡、张震和张继盛装出场 而梁朝伟老婆刘嘉玲 还有有孕在身的张静老婆蔡少芬 也冒着威胁踩着高跟鞋捧场 看来一代宗师终于上映 最开心的就是演员的另一半 连导演王家卫也在做完首映仪式后 含有脱下墨镜以真面目示人 而爱郎萨贝宁不在现场的张子怡 就身穿夸张的五彩黑白格子连身裙 由他在卧虎藏龙里面的另一半张震陪同下出场 不过由于王家卫和梁朝伟在台上长篇大论 导致张子怡在仪式一结束后就含泪 要求找个地方坐下来进行平面媒体访问 但由于平面媒体赶时间结稿 拒绝了张子怡的要求 结果张子怡透过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平面媒体采访 竟然接受可以坐着进行的电子媒体采访 一代宗师最受争议的是王家卫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 但是很多演员心目中认为是亮点的打戏 却多数道道删减 再加上筹备剧本的时间 更足足花了13年 被个别人士狠批浪费演员时间 虽然被问了很多次 但梁朝伟还是觉得以后还是会跟王家卫合作 我觉得我这一次演这个角色蛮享受的 那为什么要拍呢 我拍戏拍了30年了 我没有觉得很长 拍三年算什么 我一直很佩服我自己 这一次能够克服那么艰巨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已经很满意我自己了 由于筹备跟拍摄的时间太长 一代宗师遭到著名导演王晶的质疑 也要是影片的成本太高 但票房却不是十拿九稳 虽然演员们心里有数 但是他们明显不是奔着票房而来 票房的东西谁知道呢 因为我也不是神仙 也不会算命我不知道 我十年前拍 我不可能演到这个样子 我不太像宗师 他这个小孩 我觉得现在 就是很多事情是很巧妙的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你做一个 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 在适当的时候 能做一个适当的东西 我觉得从什么时候拍的部分不对 现在刚刚拍刚刚就是这个时候 天时地利 对 最后视频 娱乐报报 香港报道 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再次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